好,看完了生词和短语之后,我们来看一看27课的课文部分 27课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文章,里面重点的知识点句型特别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s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都是靠卖某个东西为生的 这个我们先看看句子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句首的这个it当然还是一个形式主语 这个东西是已经被说的,什么东西被说呢 后面这个that从句,黄颜色的,但下话现在从句 当然是主语从句咯,这个事情是被大家说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叫句说,这是固定的一个句型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里面这些搭配 首先It has been said that,这个固定句型可以背起来 就是我们说句说 就是很多人说这句话是被大家说的,就是句说 当然我们本文中用的一个完成式 用完成式是强调对现在有影响 就是这个说法过去大家这么说 到了现在这个说法大家也都公认 大家还接受 表示这个意思咱们用完成式 如果不强调这个意思呢 直接可以用一般现在是It has said that 叫句说就可以了 表示句说有好几个版本 咱们的新概念二册老师可能讲过 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也行 那么这两个版本呢 我们用主动结构 叫they say that 或者people say that 就句说 这个不能翻译成他们说 或者人们说 都是中文中的句说 所以说It has said that they say that people say that 都是中文中句说 节奏中这几个版本可以替换 都可以 但在这里我们重点看 It has said that 这个形式主语 和我们家主语从句这个结构 我们经常表示句什么什么呀 这个中文中是句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在英语中一般都被动 所以这个东西被说是句说 那同样的如果表示 这个这个句报道 句报道不就这个事情被报道吗 这个事情特别长 放到句末 在主语的地方用一个形式主语就好了 句报道 It is reported that 句报道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还有说句信 叫It is believed that 句信 就大家都相信 这个事是被相信的 我们还是用被动 还有呢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句估计 句估计 这个是被估计 往往你看 报道的事 相信的事 和被估计的事 往往比较长 所以一般把这个主语 从去放到句末 在前面主语不能空的 都加一个形式主语 叫做句什么什么 可以这么来说 当然这个结构 可以变得更加复杂 咱们到三侧讲的更难一些 你比如说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必须要承认的事 必须要承认的事 这事太长了 是这个事是必须被承认呢 所以还是用被动 叫怎么说呢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这个固定句型可以背起来 翻译成必须要承认 什么什么 但是谁承认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用被动 必须被承认的事 必须要承认的事 还有呢 我们说必须要指出 相信大家自己都会写了 叫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这个事情必须被指出 什么事 主语从句 在后面慢慢说 前面那个 It是个白事 是个形式主语 叫必须要指出 必须要强调的事 必须要强调的事 谁强调不知道 我们只好用被动 这个事被强调 事太长了 主语从今放到句末 我们用It must be stressed that 这个stress动词原型 可以表示强调 咱们以前说过 必须要被强调的事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说 可以预见到的是 预见到 预见提前看的就foresee 过去分词就foreseen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可以被预见到的是 注意foresee 它的字形变化 跟那个see是一样的 foresee for saw for seen 跟see saw seen是一样的 预见到 可以预见到的是 这个什么什么的事 这个结构可以放在一块记住 句型放在一块记 这个效率就高了 好 回到课文中 再看里面这个主语从今的细节 他说Everyone lives by saying something 每一个人都是靠卖某个东西为生的 这个结构希望大家背下来 叫什么呢 live by doing something 记住他一般强调 靠某种职业为生 就是他干嘛的 但live by 后面一般加doing 动名词 百分钟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他靠写作为生 he lives by writing so of course he's a writer 他这个作家 靠写作为生 刷笔杆子为生 同样呢 he lives by sewing 他这个tailor 这个裁缝 他靠缝缝缝补补补补补 这个sew sew 就缝纫 这个做活计 这么来说 他这个裁缝靠缝缝缝缝布为生 再比如说我们看在 38颗里面是以什么为生 174页第14行到第15行 174页第14行到第15行 the nomads who made these markings lead by hunting and fishing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which began about 35,000 BC and ended about 10,000 BC 这个the last ice age 我们在这个第25个 卡迪萨克号里面说过一次 就是最后一个冰川时代 冰川纪 这个nomad 未来会说 叫游牧民族 这些游牧民 就是做了这些标记的游牧民 怎么样呢 live by hunting and fishing 这是靠什么为生 以打猎和捕鱼为生 live一般估计是指当年的情况 那么我们翻译成中文 可以简洁一些 这些游牧民以游猎为生 当然这个鱼是三点水 加个金鱼那个鱼就好了 那游猎为生 是这么来说的 但是我们做一些辨析 这是靠某种职业为生 还有一个live 我们叫live on something 这个时候一般怎么说 靠某种食物或者生活来源为生 这个人主要是吃什么呢 或者他的钱从哪来 但live on 我们加名词 一般不加动名词 加名词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He lives on meat and milk 这个人可能就是个游牧民了 他的主食吃什么呢 他主要是吃肉和喝奶 以这个为生 靠吃这种食物为生 再比如说 He lives on salary 这个人靠工资为生 就生活来源了 从公司之来 他是个工薪族 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他得靠以工资为生 还有 He lives on his parents 但不能表示 他吃父母亲的肉了 那成恐怖片了 但是我们中文中也可以说 他现在吃父母 什么意思呢 以父母亲的生活来源 作为生活来源 叫啃老一族 就我们说的啃老 可以用它 live on his parents 可以用这个结构 这是靠某种食物和生活来源为生 但是这一定指人 如果指动物呢 比如动物吃某个东西为主食 这个时候动词要变一下 我们用feed 再加这个cheese on 后面cheese一样 我们大声多下中心动词 feed feed 是动物以某个东西为主食 比如说cows feed on hay cow 是奶牛 或者是母牛 这个我以前还以为是一回事 我说那个母牛不就是生小牛以后 去哺乳不就被奶牛了吗 后来我的学生里边呢 有开养牛厂的 说李老师 有供奶牛 我在知道是两回事 有专门一种牛叫奶牛 用cow 还有呢 母牛也用cow 有供奶牛 据说供奶牛的奶更大 所以这个两回事 这个奶牛或者母牛怎么呢 靠吃甘草草料为生 这个hey叫甘草和草料的意思 但是这是指动物以什么为主食 但后面呢 跟植物性的这个东西 跟动物性的都行 甭管是草食类肉食类都行 这feed on没有场合限制 但有一个词有场合限制 prion 就一定表示 肉食用动物以别的动物为食了 所以它的用法比feed on要窄一些 相当feed on一半的用法 它一般在on 后面必须加其他动物 你比如说 owls prion mice 这个owl跟cow可不一样了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的词 把那个s取调大成那边 owl owl 这是猫头鹰或者叶猫子 猫头鹰主要是吃老鼠为生的 捕食老鼠为生 这是捕食别的动物为主食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在刚才上面句子呢 不能用prion 因为它只能跟动物 但下面的句子却可以用feed on feed on跟吃草啊吃肉啊 什么这个各个动物 这个就都可以了 它能用法更宽泛一些 这是做几个词汇的编析 第一句话呢说 据说每个人呢 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第二句话 承接上文进一步展开 那它举了个例子 比方说吧 你看这些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 我们说了 in the light of this statement teachers live by selling knowledge philosophers buy selling wisdom and priests buy selling spiritual comfort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结构的分析 前面这个in the light of this statement 在这儿是个借词短语当壮语来用 in the light of 咱们一会会说 翻译成鉴于或者考虑到 鉴于这样一种说法 this statement 就是指的第一句话 据说每个人靠卖东西为生这句话 鉴于这种说法 然后后面出现 一 二 三 三个话横线的句子 中间and的连接 这是并列句 a b and c 三个并列句 像老师呢 像我这种人 是靠卖知识为生的 哲学家呢 是靠卖智慧为生的 而牧师神父呢 是靠出卖精神安慰为生的 三句话并列 但第一句话 未动词live by 后面两句话 只剩下by by 为什么呢 并列的未动词live被去掉了 为什么能这么省略 咱们一会会会解释 好 这是前面一个状语 后面三个并列句 放在一块 中间and的连接 最后两个并列成分之间 加了一个and 首先这句话 先看一个重要表达 或根据 或者鉴于 根据这种说法 就是in the light of 这个重要结构 注意这个the 有的时候可以去掉 什么时候呢 一般在美式英语里边 我们一般说in light of 在英式英语里边 一般加一个定义词the in the light of 两个都可以 英式美式区别 不必过分夸大 因为英国人跟美国人相互交流 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英国人说的话 老美能听懂 老美说的话 英国人也能听懂 老美写的文章 英国人能看懂 英国人写的文章放过来也一样 它们区别微乎其微 大多数是一样的 在这有点小区别 in the light of 是英式的 in light of 是美式的 意思一样 根据或者鉴于 这个在考试中 考的频率也特别多 我们看在当年一到四级阅读真题中的片段 大熊语四级真题 咱们看是怎么说的 reading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阅读被认为是类似于读者和文章之间的一个交谈一样 这个a kind of 是咱们以前重要知识点的一个复习 在十四课贵族歹徒中 还有十二课荒岛生活中 咱们两次讲过 a kind of 还有个搭配叫assortive 可以用sort那个种类 assortive都可以表示类似于 好像什么什么 它不一定翻译成一种 像我们在第十二课讲过 assortive paradise 天堂般的地方 十四课讲过 assortive hero 英雄般的人物 在这儿呢 好像是在交谈 而不是一种交谈 因为这个文章又没有嘴嘛 你怎么说话嘛 但好像在交谈一样 就好像读者在文章和文章之间在交流在交谈一样 我们进步说了 the reader puts questions as a word to the text and get answers 这个读者怎么样呢 这个读者好像是在向文章提出问题 然后获得答案 这个提问题可以用put questions 就是固定搭配 中间又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插入语 叫assortive world assortive world这个结构别着急 在未来三十八颗最早的日历 咱们会讲到 表示什么意思 好像 好像是 仿佛是 或真可谓是 什么什么 也是做比喻 等于是跟前面的acindom做了个替换 它都是做比喻 比如说它好像是一本活字典 he is 逗号 as Edward 逗号 a walking dictionary 会走路的字典 叫活字典 注意这个搭配用插入语 你看我再说一遍 he is 逗号 as Edward 逗号 a walking dictionary 它好像是一本活字典一样 本文中也是比喻 读者好像在向文章提问题 并且获得答案 注意后面 in the light of this he puts further questions and so on in the light of 是英式用法 根据鉴语 根据这些 这是什么呢 these answers 这些答案呗 根据这些已经获得的答案 它在提出更深入的问题 再获得答案 再提问题 再获得答案 再提问题 等等 and so on 等等等等再下去 in the light of 根据或鉴语 大家看到了 好 我们再看当年一道月 在这个考研英语的 英语汉真题片段 这是2006年一道 考研英语的英语汉真题 我们看这个下面画横线 让大家翻译成中文 咱们看怎么翻译 确实这个考研和六级的难度 比四级要略高一些 这个有语境 这个he指的是知识分子 就是the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钻研这个问题 怎么钻研呢 consciously 有意识的 第二个 articulally 调理清晰的 and frankly 并且非常坦诚的 来探索钻研这个问题 后面出现一大堆并列的方式状语 第一个 first by asking factual questions 首先通过提出一些 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 then by asking moral questions 然后通过提出一些 有关这个道德方面的问题 最后呢 怎么样呢 那么通过我们提议 这样一些 去做这样一些行动 什么行动呢 赛家定义总句 which seems appropriate 看上去比较恰当合适的行动 什么呢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 to and moral information which he has obtained 根据或者是鉴于 这些事实的和道德方面的信息 什么信息 赛家定义总句 他也有获得的 这些事实和道德方面的信息 提议去做一些 看似比较合适的一些举动 怎么又获得了事实和道德的信息呢 你不是通过提问 有些事实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吗 提问到事实之后 获得答案就获取信息了 你看我们一块来翻译一下 他这个有意识的 条理清晰的坦诚的探索钻研这个问题 首先通过提出一些有关事实方的问题 然后呢 提出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 最后呢 根据这些他业已获得的 有关事实和道德方面的信息 提议去做一些看似 比较恰当的一些举动 一些行动 这是知识分子在钻研世界 这个一些那些谜团的时候 应该具备的态度 这可能不好理解 比较抽象 比如说知识分子研究克隆 对人的克隆这么一个技术 首先呢 得问一些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 就看看这个克隆技术 需要哪些技术手段呢 哪些这个材料啊 哪些科学仪器等等等等 然后提出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 对人的克隆究竟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呢 会不会有伦理道德问题呢 然后呢 根据这些已经获得的事实和道德信息 再提议去做一些看似比较合适的举动 比如根据这个事实道德信息 我们提议这么去做 不要对人进行克隆 我们可以克隆羊从动物开始 这个呢 我们技术可以做到 而且不会有人的伦理道德问题 这就是知识分子研研问题的这么一个步骤 你看这个书面语比较抽象 这个in the light of 还是根据或者鉴语 看到了吧 但是国内考试没准 这两个是应用法 但我们再看一套六级的单选题 这里面就出现了美式用法了 这是一套选择题 六级考试 I'm afraid that you have to alter your sermon views in light of the tragic news that has just arrived 我担心恐怕你得alter改变 改变一下你的什么观点 in light of 根据了 根据这些悲惨的消息 什么呢 大家对于从去刚刚传到这里了 悲惨的消息 你可能得改变一下你的什么观点 根据到来的悲惨消息 改变什么观点呢 咱们看ABC的选哪一个 好 我们选哪一个呢 咱们一个个看 A选下 indifferent indifferent翻译成冷漠的 无动于衷的 冷漠的 好像通顺 根据悲惨消息 改变一下冷漠的观点 但是往后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 他要选最佳答案 distressing distressing 翻译成令人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刚刚讲过 动词distress 可以表示 令某人痛苦 还记得吗 怕是不跟我们讲的 那个afflict 还有什么torture tourment的类似 所以distressing 形容词是令人痛苦的 这个不同 令人痛苦的观点不对 optimistic 是乐观的 pessimistic 是悲观的 这是一组反译词 出题往往有规律 往往在ABC的四个选项中 有一对反译词 那正确答案 往往是反译词里的某一个 人们梦的起立可能就高了 optimistic 叫乐观的 pessimist 叫悲观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12课荒岛生活中 是讲过这两次的 他们对荒岛的想象 要么太乐观 要么就是太悲观 unduly optimistic or unduly pessimistic 好 应该选哪个 当然选C 根据传到这儿的悲惨的消息 改变一下 你过于乐观的观点 这个比A冷漠的 要更合适 对吧 根据悲惨消息 改变乐观观点 注意in light of 根据鉴语 这是美式用法 当然根据鉴语表达特别多 除了这个in light of in the light of之外 还有好多 底下大家很熟悉的 according to 根据某种说法 可以表示根据 还有它的更文气的形式 in accordance with 在四册会碰到 也可以反正根据 或者考虑到什么什么 in accordance with 可以 还有一个咱们在十九颗飞猫中讲过的 considering something considering可以当戒词来用 这个时候相当于in light of 叫考虑到这个情况 根据这样一个情况 根据老太太 掏了这么大笔钱 这个情况 考虑到这个情况 这个比A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了 当我们说了considering一个当连词 那就用considering that 这个that都可以去掉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在这做戒词跟它一样的 那还有taking into account something taking into account 后面也可以在这边语表示 考虑到什么什么情况 跟它是类似的 这个边语灵活 如果特别短 可以放到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如果很长的话 可以放到taking into account 后面就好了 考虑到什么什么情况 好 回到剧种 根据这种说法 就第一句话中说的 每个人靠卖东西为能说法 怎么样呢 老师靠卖知识为生 哲学家靠卖智慧为生 这省掉了那个动词live 你看 一个句子 两个句子and 连接三个句子 我们说最后两个并列结构之间 最好加个and a b and c 三个句子并列 所以后面两句话中 这个live都没了 只残留这个戒词by 为什么呢 因为并列句中 重复的未动词 一般是可以去掉的 但记住 如果后面是戒词戒为 一般习惯留下最后那个戒词 前面的动词啊 副词啊 去掉 但留下最后戒词 这个戒词 留下 这是我们后话了 在后面长文章中会进一步看到 今天先记住 最基本的这点 并列句中 重复的未动词 一般可以省略 但有个前提 这是并列句 如果是主从句 可不一样了 记住并列句 我们看例子 Mary was happy 玛丽很开心 But Jane miserable 但是 Jane很痛苦 或者用and 并列句 因为but 都是并列连词 while 我翻到er where where 也是 这两个er 也是并列连词 玛丽很开心 而 珍妮很痛苦 这些词都是并列连词 表示前后两个句 都是并列关系 所以第二句话中 这个was 就可以去掉了 我们的写作是 能省掉 一般都省略 这样语言可以brevity 达到简洁 因为英语中有一句话 叫brevity is beauty 简洁就是美 所以这个was 就把它去掉了 是可以去掉 而且建议大家 最好去掉 但是下面这句话 就不能省略了 你看 Mary was happy when Jane was miserable 当 Jane很痛苦的时候 玛丽却很开心 这个was 不能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前面 出现过这个was 但是when引导 一个时间壮意从句 那前面是主句 后面是从句 两个句的之间 不是对等的并列句了 这个是was 不能省略的 这个得注意 本文中呢 都是live by live by live by 所以前面那个live 去掉 前面的live都出现过了 后面两个并列结构中 live被去掉了 那又同说老师 本文中live by 为什么没有替换呢 你不是说 箱里比较近的地方 最好替换吗 这个地方其实明显 做了一个排比了 在英语中 叫parallelism 中文发生排比 排比可以 所以把结构相同 或类似的一些词汇 短语或句子并列放在一块 可以增强这个语言的气势 如逐层排浪 滔滔而来 增加语言的气势 这是排比 排比的时候 尽量我们用一样的结构 所以经常会出现 动词的这个省略 但注意 排比句中一定是并列句 并列句中 位于动词一般可以省略 这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中文在排比时 为了对仗工整 一般是不会省略任何字的 但英语中 他宁可牺牲对仗的工整 也要达到语言的浅接 所以排比句中 重复的位于动词 一般情况下 是被省略的 咱们可以更多的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看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在《Ophstallis论读书》 这个名著中的一些名句 美根他有这么一句话 叫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有一些数 必动词加to do 这个结构在未来第四十课 Who's who 真假难辨中 咱们会讲到 它有四个常见的意思 其中一个意思呢 表示应该 在这里是这个意思 具体其他谈议到四十课 会中间讲 有一些数应该浅尝即可 其他的数 你看只剩下to be了 你看这也是三个句子并列 一个句子动号 两个句动号 第三个句子中间叫and了吧 那么这to be 这不是位于动词啊 省略的什么 当然是are Others are to be swallowed 其他一些数应该 呼伦吞下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And some few 后面是不是省掉了 are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Chew这个词 在前面残潮鉴别组讲过 叫咀嚼嚼 digest 有的时候也能读成digest 是消化的意思 只有少数数应该 这个咀嚼和消化 你看 有些数浅尝即可 其他数应该 呼伦吞下 只有少数数 值得 这应该咀嚼和消化 那么这三个句子并列 那个are都被去掉 只剩下to be了 有些书潜尝即可 像什么 纯娱乐性的 看着玩的 看完叭唧就扔了 有些书 呼伦吞下 像一些我们 稍微重要一些的教科书 咱们得 从头到尾通读一遍 有个印象 然后呢 少数书 值得咀嚼和消化 少数书 李老师手中就拿了一本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第四册 这样的教材 真是指的咀嚼和消化 它可以改变咱们一生的命运 这就是好教材 这是值得咀嚼和消化 培根说的好 你看在论读书中 另外一个名句 跟他类似 也是排比 你看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第一句话简单 读书使人充实 就读书会造就一个充实的人 Conference 注意这词多意思 Conference在这部发生会议 它表示讨论的意思 因为会上有讨论吗 这含义相关吗 讨论 你看这个句子里面 没有畏语动词了 那么你看又是 A B And C 三个句子并且有个And 那么当然是省略哪个字 Mix 否则他这句话错了 没畏语动词了 讨论会造就一个机敏的人 叫讨论使人机敏 这个ready 在这不是准备好的 也不是乐意愿意的 而是机智的机敏的 讨论使人机敏 最后 Writing makes 被去掉了 协作使人精确 读书使人充实 讨论使人机敏 协作使人精确 这是翻译家 王佐良先生翻译的 翻译的好 你看这个三个句子并列起来 这是排笔句 但是排笔句 老外不管那套 为了简洁 为一种词都被省略掉了 而且大家可能 因新概念三四册 跟李老师学多了之后发现 协作使人精确 说的太对了 英语中确实比中文 在书面中有精确细致的多 英语是个形和的语言 搭配是来不得马虎 语法 句法 词法 逻辑都得严丝何妨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 当年一道考研阅读真题 咱们看看它省略的是什么 咱们能不能自己做一下判断 这是2003年考研的一道阅读真题的片段 咱们看看这里边怎么说 It is said that In England, death is pressing In Canada, inevitable And in California, optional It is said that 刚讲过 就据说 据说在英格兰 死亡是迫在眉睫的 这个pressing 相当于形容词 urgent 非常紧急的 马上就要发生 据说在英国 随时可能会死掉 死亡就在那些身边 左右环绕 In Canada, inevitable 在加拿大 不可避免的 这句子不完整 In Canada 是一个壮语 介绍断语 没有主语和谓语了 你看并列句中 省得的是什么呢 谓动词 is pressing is被去掉 主语也被去掉 因为主语也一样 主语去掉 当时主语都没了 什么应该是 death is inevitable 在加拿大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In California 在加利福尼亚州 optional又是形容词 没有主语谓语 主语谓语在前面的 death is optional 据说 在英格兰 死亡是迫在眉睫的 在加拿大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加州 死亡是可以选择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据说 英国人随时会死 加拿大人 早晚会死 加州人 可以选择不死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家住 医疗条件特别发达 人可以选择不死 说的平等有趣 small vendor 一点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American's life expectancy life expectancy 固定搭配叫人口预期寿命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 has nearly doubl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在过去一百年中 几乎已经翻翻了 我们说 filling hips hip就是在这儿是宽骨了 就宽关节 本来是臀部 这宽关节 filling是出故障的 宽关节坏了 可以换一个新的 can be replaced 25个讲过 可以被代替 用一个钢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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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跨骨 再装上 clinical depression 临床抑郁症 controlled 这不对了 control是几乎动词 这怎么没有病语了呢 说明control肯定是过去分词了 被控制住 那这句子里没位动词了 你看 这个跟前面句子并排 并排放在一块了 前面出现了can be 这里肯定还是can be 就是那些临床抑郁症 can be control 能够被控制住了 catarax catarax 表示白内障 这种病 也可以表示大瀑布的意思 在这是白内障 怎么呢 remove的 被摘除了 那前面肯定省掉了can be 否则就错了 因为remove是几乎动词 被摘除 用一个30分钟的外科手术 就可以摘除了 大家看到 这个句子又是并列 can be can be 被去掉了 咱们把它补充全 在第一句话中 省掉了 death is death is 三句话并列 主语和谓语都没了 因为主语和谓语都一样 后面最后这句话中 最后两句话中的 can be can be 被去掉 因为前面出现can be 几个句子并列 那么can be can be 位语中次去掉了 主语结构一样 主语都死 那么主语一样 位语不一样 把主语去掉 那主语不一样 位语一样 把位语去掉 这并列举重省略 是特别彻底 这个是特别灵活的 这个句子可以说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并列举重 位语和主语的省略问题